看看这包子 多饿了个血 看这个头 绝对比刚才那还大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小黑 最近这天津的疫情 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孩子们终于上学了 所以我决定 今天咱们庆祝庆祝 来顿好的 吃顿大包子 我现在在滨海开发区的第三大街 今天咱要吃这个包子 不是这个普通的包子 是一个粉丝朋友 强烈推荐的 据他说 这个小店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这包子的个头 是非常非常大 他们主要是卖那种大包子的 按个卖 对于我这包子小大人 就爱吃包子的人来说 这大包子绝对不能放过 今天去尝一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在哪呢 好像应该是在这个小道里 这是个道吗 这还真是个小道 看来这店还真是够隐蔽的 看见了 看见了 应该就是那吧 小红盘盘 有大包子三个字 小店面果然很小 这大包子三个字挺大 走着 进去尝一尝 你好 我买包子 我看看肉笼包子 虾仁三鲜 蟹黄蟹腿 咱这都是按个卖的是吧 对 咱这最特色的是哪种馅 对三鲜的 然后三菜肉的 蟹黄蟹腿 蟹黄蟹腿 肉笼三鲜 肉笼现在有吗 肉笼现在有 来半条 好的 然后虾仁三鲜的来一个 好的 多大个我看看 四两一个 我会拿一下 四两一个 一个六张大 这么大的 对 那我来一个就行 虾仁三鲜来一个 然后那蟹黄蟹腿 来一个 您还说哪个好吃 酸菜肉 酸菜肉 行 来一个 咱这小店开的时间不短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 主要就是卖这大包子 一个四两 对 高峰是谁 高峰是我的样子 你俩是姐妹吗 对 长得真像 我能分清哪是哪个馅吧 先那三个点 贴好那四个点 有点 对 好嘞 三十块零五毛 三十块钱吧 这边 都不容易 好嘞 三十点五 好嘞 谢谢啊 再见 就在这吃吧 这包咱买出来了 它那小店实在是太小了 我觉得就七八平米 然后没有桌 想吃包子就都得打包带走 然后咱们是买了三个大肉包 然后一个半俩半俩肉笼 一共是花了三十块零五毛 咱在它门口找个地儿 咱就赶紧吃 刚拿出来的估计好吃 这会儿都从锅里刚拿出来 还热乎着呢 小袋包的挺细致 这是肉笼 这是俩包子 这是一个包子 打开看看 还拿个小纸 这包子的个头还真不小 你看着了吗 这两个点的 这一摁就非常的软和 这面 看看这大肉包 这个头确实不小 是吧 绝对比一个小圈子还大 看着了吗 它那包子好像那种蔬菜肉的 都是什么4块5一个 三块钱一个 然后最贵的就是蟹腿蟹黄肉包 好像是七块 然后虾仁三鲜的是六块 这两个点的好像是酸菜的吧 咱们掰开看看 整个一大肉丸这是 这真是酸菜肉 馅超级大 看着还看着皮了吗 看着皮上还油弯弯呢 对我这种爱吃包子的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我更爱吃这种大肉包 看着带劲呢 先尝块面皮啊 这面皮你看着非常软 但是还很筋道 它不像那种水下肉包 好多那种水馅 但是呢 汁也是比较丰富的油脂 渗到这个面皮里了 挺香 盘口馅 整个一大肉丸 这不是虱子头吗 这不是 哇塞 好吃 这酸菜肉啊 酸菜不算太多 但是酸菜味挺浓 然后肉多 就肉香味特别浓啊 一口咬下去 但这个肉和酸菜之间 有这种支持 就是这个个头点大 饭两小的 我觉得这一个包就能饱 饱饿了 过瘾 现在感觉 这嘴巴涩 你姐姐他们那儿有 门口有个小碗 我看我没拿放拿了 这酸菜肉的这么香 我现在对蟹黄蟹腿的 我充满了期待 哇塞 我这感觉个儿更大 这个 不是吧 看看这包吧 哇塞 看这个头 绝对比刚才那还大 是不是 是啊 我绝对不是吹 这一个包子 真是顶那仨四个的 上面就点着小点去 这是三个点 这是四个点 因为这包子太大了 这褶子显得小 你知道吗 这么大个 哇塞 一个比手掌还大 我来一口看这什么馅的 蟹黄蟹腿肉 哇 一口下去蟹味很浓啊 看这大馅了嘛 看这蟹黄蟹肉 我里边底下最深处的油脂 哇塞 就每一个包里的馅都都像一个刺激丸子 虱子头 太刺激了 里边还有点小韭菜 然后猪肉 哎呦 真香 我真觉得这包子就是拿面 包一个大虱子头 好几香 蟹黄的香味还是比较浓的啊 蟹味 猪肉也很多 猪肉 然后有点韭菜 还有葱什么的吧 但是很香 这种大包子吃起来跟那种水馅的小笼包完全不一样 状态感觉都不一样 你知道 豪放 两个了 再尝这个蝦仁三鲜的 这咱先摆开 大家再看看啊 呵呵呵呵 看见了吗 这大馅上面趴着一个大虾仁 这蝦仁三鲜的啊 肉香味也是非常浓 它们的总体这种就是肉香啊 特别的浓 跟这肉的品质我觉得有关系 这个猪肉呢都非常的嫩 一点鞋味都没有 而且咸蛋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啊 这几个包子都 它都是咸 这个馅呢都是稍微偏咸一点点 就你不用旧东西就这么直接吃是正好 挺香啊 这虾仁三鲜那个也是肉香味很浓 就是那个虾这种海鲜味不是特浓 没有那个蟹腿蟹黄那个香 大家这次看我吃包子知道我吃包子实力了吗 就是爱吃这口啊 所以对我来说吃顿那种大包子就是吃顿好的了 我就爱吃这个你知道吗 哎呀 这三个大包子下去 这肉笼吃不了了 咱打开看看吧 实在是下不去了 肉笼是26一整条 我这是13是半条 它这用料给的真行啊 这馅都很大 你看这肉笼的馅 我一层 哎呀我天 这肉笼实在是吃不了了 闻着很香啊 它那个肉馅整体来说都是很香 它这肉馅的问题应该是 我来一小块 我尝一口啥味 掰一小块 可以 它这个面呢 都是统一那种活的面 它这个面也很有韧劲 但是还很软 肉馅还是统一那种味道啊 很香 肉味很浓 不过它这个肉笼的那个肉馅呢 我感觉香油味可能更重了一点 但吃起来还行 挺好吃 不我实在 我实在实在是吃别去了 这我就不吃了 总结一下吧 这个总体来说 我觉得俩字啊 好吃 一个字香 不跟我爱吃包子有关系啊 但是它这个确实是很香 它这个大包子呢 和那种咱们的水馅小笼包啊 它的吃起来的味道和口感呢 不太一样 状态呢 吃起来更豪横 肉馅呢 吃到嘴里感觉 就更更更饱满 更充实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看来天津啊 这不管是小包子 还是这个大包子 都挺好吃 你知道吗 这仨大包子吃下去 就是满足 行 行吧 这肉笼我就把它拿回去吧 晚上再吃吧 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包子 记得推荐给我啊 不管是大包子 还是小包子 行吧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啊 良心评测 看小黑吃饱了 收兵互赢了 拜拜 下次见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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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